吞噬了数十名义魔族高手之后 上官希尔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一个变态的地步 古尊人惊怒之下 还想再度出手 但是魔灵却已经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疯狂地杀来 死死地缠住了古尊人 而另外一遍 秦晨和老元 因为要对付士天魔主 也根本腾不出手来 至于莫冤白 那就更不用说了 若非他拥有诸天万界这般质宝 否则光是应对赤炎魔君和魔力 两个人都有些吃不消了 一时之间 根本无人能阻挡上官希尔 上官希尔浑身绽放出血光 如同罗刹一般 数地出现在了司徒圣的面前 一掌拍出 司徒圣当年也是古南都十二强之一 身体中拥有白色几生种子 如今 早已经被寄生种子夺手 成为了一魔族的走口 此刻惊怒之下 浑身魔气爆发 身上迅速地弥漫出了 倒倒黑色的纹路 右手挡在身前 但是没用 咔嚓一声 司徒圣的手掌直接被轰爆 上官希尔的手掌如同金铁 在司徒圣惊恐的目光中 噗哧地一声直接探入他的头颅之中 嗡了一下 司徒圣的头颅中一个遍布触手的种子在疯狂的蠕动中 完全占据了司徒圣的大脑 正是白色寄生种子 散发出可怕的气息 要阻止上官希尔的吞噬 但是 上官希尔的身体中 一道诡异的力量一闪而过 噗地上 竟然将那寄生种子瞬间捏爆了 恐怖的血色吞噬之力诞生 将司徒圣身体中的力量瞬间吞噬得一干二净 包括寄生种子的力量 进阶融入到了上官希尔的身体中 将司徒圣身体中的力量吸收之后 上官希尔身形一化 直接来到了维青山的身体 扑地下 他强势出手 维青山也难以抵挡上官希尔的出手 同样被上官希尔吞噬 上官希尔如法炮制 不断出手 一鸣鸣拥有寄生种子的强者 被上官希尔斩杀 而后吞噬掉 这些人 有些秦臣根本不认识 显然是从别的秘境 得到的寄生种子 也统统的 运落在了上官希尔的手中 吞噬这些人之后 上官希尔的心脏疯狂地跳动 身体之中 一股可怕的力量在暴涨 他的力量暴涨 身体之中 有着一道道的气息在利好 是那些被他吞噬的异魔族高手 在一点点的溶入他的身体 上官希尔仰天怒吼 但是身上的气息却是无比的强 一股滔天的魔气 冲天而起 如同惊气狼烟 直冲云霄 震慑九天十地 他一双眼瞳之中 血色的光芒闪烁 可怕的气息甚至直逼 士天魔主 上官公主 你成功了 魔灵大喜 兴奋地喊到 可玄境 他愣住 因为上官希尔的气息 在逼近士天魔主之后 并未继续突破 而是停留了下来 一道道血黑色的光芸 在他周身萦绕着 无比的可怕 但是显然并未突破到圣经 这是怎么回事 魔灵似乎有些难以置信 你吞噬了那么多强者 竟然没有突破圣经 他的脸色苍白 似乎无比失落 哈哈哈哈 人族吞噬异族 突破圣经 这是本魔主这辈子 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 士天魔主被秦晨和老元钳制着 看到了这样的场景 也忍不住大笑笑 想要突破圣经 必须感悟天地本源 此次乃是人族 又岂能感悟我族的本源力量 再者说了 哪怕他是一族之人 所吞噬的不过是一些魔君人物罢了 没有魔主本源 如何能够突破 对了 此次还吞噬了一些寄生种子 但是混沌魔朝诞生的寄生种子中 只有金色寄生种子 才号称魔主种子 现在他只不过吞噬了一些白色寄生种子 顶多就是上位魔君 真是可笑啊 士天魔主一脸的吃笑 寄生种子虽强 但是他本身便是魔主级高手 对银色寄生种子都不放在心上 除非是金色寄生种子 才能让他多看一眼 现在看到上官夕儿的举动 忍不住嘲讽不已 轰隆了一下 他嘲讽之时 老元确实抓住了几个 一爪拍在了他的身上 将他轰飞出去 身上的魔气激荡 老子要吞了你 士天魔主愤怒 仰天咆哮不已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魔灵目光一凝 似乎这才明白过来 流露出了食物 嘖的一下 他避开了古尊人的攻击 略向了上官夕了 上官公主 我来救你 我乃魔主之子 身体中拥有父亲 留下的本源印记 这是父亲当年 陨落之时 打入我身体中的 只要我将这一道 魔主印记给你一半 你一定可以借此感悟 突破圣经的 魔灵力声的 目光坚决 似乎下定了决心 魔主印记 士天魔主目光一凝 如果真如魔灵所说 乃上官夕尔 还真有那么一丝可能 毕竟上官夕尔 现在欠缺的 只是本源之力 虽然魔主印记 是一魔族的 魔主本源 但是天下本源 本同根 上官夕尔 未必不能及此 而感悟圣经的境界 毕竟如今的 上官夕尔 距离圣经 他只有一步之遥 古尊人 拦住他 秦臣也明白 事先的紧急 立刻说道 可惜 他现在腾不出手来 不然 一定会亲自出手 啥 不用秦臣吩咐 古尊人已经杀了过来 天摇盘旋转 闪电般的 劈向了魔灵 上官夕尔 现在是实力极为可怕的 相比而言 魔灵虽然更加脆弱 但是上官夕尔 又怎么能会让 古尊人出手成功呢 他抬手 晶莹雪白的金刚卓 顿时被轰出 轰隆一声 击穿了天地 金刚卓 狭光万丈 与天摇盘撞击在了一起 爆发出了刺目的光环 古尊人身躯一阵 一股可怕的力量传来 当即喷出了一口鲜血 嗡的一下 光芒璀璨的 金刚卓 迅速的旋转 化作了一道 骇人的圆弧 砸向了古尊人 古尊人惊怒 疯狂地催动天摇盘 但是却被金刚卓 死死地镇压 在吞噬诸多的 异魔族高手之后 上官夕尔的实力 已经堪比 是天魔主 以古尊人目前的修为 根本就无法抵挡住 只能是死死地挡着 好机会 上官公主 我来助你 魔灵大喜 手掌猛地落在了 上官夕尔的后背之上 大喝了 放松身体 让我的魔主印记 进入你的身体 他话音落下 身上陡然爆发出了 一股无比可怕的气息 这是诅咒魔主 在他身体中 留下的魔主印记 这股气息一出 魔灵头顶上 竖得出现了 一道威恶的虚影 虚影绽放出 惊天的杀意 如同一尊魔神 在俯瞰天地一般 并且一股可怕的力量 涌入到了 上官夕尔的身体中 让上官夕尔 感受到了 天道的气息 而上官夕尔 本来停滞的修为 竟然再一次 在提升 这魔灵 甘愿让出 自己一半的 魔主印记吗 秦辰看到这一幕 有些恶然 这魔灵 有那么好心 誓言魔君等人 也都震惊了 这魔灵 也太实诚了 竟然问了一个人类 甘愿让出一半的 魔主印记 换做是他们 没人能做得到 不对 魔灵绝对 没那么好心 众人摇了摇头 他们相信自己 绝对不相信 魔灵会有那么好心 但是 上官夕尔身上的气息 的确在提升 这是魔主印记 进入他身体的缘故 难道说这里面 有他们不知道的隐情 一股可怕的天道威压 从上官夕尔身体中冲出 上官夕尔的脸上露出了 降手之色 仿佛沉浸在了突破之中 眼看上官夕尔就要突破 吐的 魔灵的嘴角勾勒出了一丝 猙獰的笑容 呼的一下 双瞳之中闪过了诡异的光芒 一股妖异的力量 伴随着魔主印记 涌入到了上官夕尔的身体中 轰的一下 上官夕尔身体的力量 竟然在燃烧着 魔灵 你做什么 上官夕尔原本享受的表情 变得惊恐万分 骇然地嘶吼说了 嘿嘿嘿 做什么 上官夕尔 你不会真以为本作将魔主印记 传递给你吧 嘿嘿嘿 你吞噬本魔主诸多麾下 只让你成为一座炉顶而已 让你的身体化作力量的炉顶 再传递给本作罢了 魔灵 仰天大小 轰隆的一声 他身上散发出了可怕的微样 只见上官夕尔身上的气息 迅速地被魔灵吞噬着 而魔灵自己身上的力量 则在疯狂地提升 上官夕尔顿时发出了惨叫 身体扭曲痛苦挣扎起来 他身体的力量在迅速地流逝着 而后不断地涌入到了魔灵的身体中 而魔灵身上的气息 则在迅速地提升 一简一声 两者的位置交换过来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惊呆着 魔灵好狠毒的手段 原来是抱着这样的心思 难怪之前会让上官夕尔 吞噬那么多的一魔族高手 甚至甘愿让出自己一半的魔主印记 实际上根本就是没安好心 只不过是将上官夕尔当成炉顶而已 这一刻 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过来 感受到了无比的可悲 上官夕尔堂堂的人族最强者 却甘愿和一魔族人合作 而最后的结果 自然没什么好下场 他惨叫 模样太凄惨了 疯狂地嘶吼地 身上的血色光运燃烧着 想要挣脱魔灵的束缚 但是没用 魔灵身上的力量 在迅速地燃烧 疯狂地吞噬上官夕尔身上的力量 别反抗了 你根本挣脱不了的 本座当年在传授给你血魂大法的时候 就已经暗中失了手脚了 如今你利用血魂大法吞噬了这么多人的力量 已经完全被本座控制在手中 更何况 你之前还得到了本座的一部分魔主印记 如今魔主印记已经与本座完美融合 你觉得你能反抗吗 魔灵万分得意和嚣张 上官夕尔 这些年来本座在你身上苟延残穿 甚至有的时候还要听从你的命令 你以为本座真那么好奇啊 我呸 你区区一个人类 也配命令本魔少 终于让本座等到了今天 你就乖乖的成为本座的力量吧 本座会记得你的 魔灵节节怪笑 面目猙獰 疯狂的吞噬上官邪儿身上的力量 肉眼可见 他身上的气息 以惊人的速度提升 轰的一下 当这一股力量与魔灵身上的魔主印记 完全融合之后 一股可怕的气息 弥漫了开来 天地都仿佛在震颤 整个古南都都轰轰的轰鸣着 天际之上 令人骇然的异象诞生 魔主级 这魔灵要突破魔主了 士天魔主惊怒 露出了骇然 小子 快放开本魔主 让本魔主杀了这魔灵 否则等他突破到魔主级 你们一个个都得死 被秦晨和老元压制住的士天魔主 还在悠哉悠哉 并非如何交集 但是这时候 却是变得无比紧张起来 一旦魔灵突破了魔主级 第一个吞噬的 极有可能就是他 老元 秦晨也感觉到了 魔灵身上的那股 令人心悸的气息 这就是魔主级的力量吗 秦晨感受到 这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 凌驾在半圣级别之上 秦晨小子 没错 这魔灵的确是在突破魔主级 老元的声音中 也是带着凝重 秦晨心中一沉 难道真的要放开士天魔主 不行 真的要放开了士天魔主 士天魔主一定会对魔灵出手 甚至吞噬他和上官希儿身上的力量 而以士天魔主现在的实力 只要吞噬那么一丝的魔主力量 便能够直接跨入到魔主界 恢复前世的秀文 到了那个时候 绝对会比魔灵更加难产 可眼睁睁地看着魔灵突破 显然也不是个办法 赤炎魔君 魔力 咱们做个交易如何 秦晨豁然转头 看向了魔力和赤炎魔君 有意 什么交易 魔力的脸上有些惊弱 听到秦晨的话 顿时恶狠狠的 你们也看到了 魔灵正在突破魔主境 而一旦魔灵突破了 虽然我天舞大陆会倒霉 但是你们两个恐怕也没什么活路吧 秦晨冷冷的 而我们彼此之间 其实并没有什么仇怨 不如我们联手 先阻止这魔灵如何 现在大家都躺不出手 只能和魔力他们合作了 没有仇怨 魔力 面孔都扭曲了 这家伙还好意思说 他们之间没仇没怨 我靠靠靠靠靠啊 这么厚的脸皮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